好 各位齐友大家好 那这半期是12月8号 进行的当胡十局杯32场的比赛 由黑方姜维杰对战白方 姑子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选择新小木 然后互相挂脚 这个布局已经很多次见到了 然后白棋再挂 黑棋大飞手脚 这个大飞手脚在今天16强的比赛 丁浩和廖元赫的那盘棋也出现了 那我们就在这儿就不细讲了 白棋手脚 然后黑棋飞压 白棋靠33 底下都是一个定势 这个棋 黑棋有直接挖了之后 乖的 跟白棋打劫的这个走法 而且当前局面呢 黑棋也有劫财 像左下角这里的冲 那白棋不能挡住啊 挡住的话 黑棋再提截 那以后左下角断各种截彩 黑棋只要发动这个截 那双方就只有转换 然后各套一个角 也差不多 实战黑棋直接拐 白棋唬一个 那以后还是有这个 扳了之后铺截的这个手段 反正白棋还并不干净 接下来黑棋一间立夹 然后双方互相抢大场 上边黑棋靠压 白棋没有管 右下立一个把招给补好 黑棋再一虎 然后白棋点脚 先试一下黑棋的应手 但黑棋并没有理会 直接拖前往左边挂脚 之后白棋尖顶 大飞 这个步调也是非常快 但步调快的话 这个骑行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AI的这个前三选 基本上都是让黑棋反击 具体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直接盯着这个大飞 点过来之后 扳断 TH做根据地 因为被黑棋再来一个 二路扳呢 黑棋直接活了 白棋先扳再夹 是最强应对 黑棋也不怕 就因为你走这儿 有一个断打 直接吼一个 等白棋站上之后 再夹下去 这样一方面 外边白棋阵子不利 那这个跑起来还挺麻烦的 其次呢 左边黑棋有眼位 你要是打吃 渡过破眼的话 落一个后手 黑棋可以往外边出头 而且白棋脚上还露了风 所以说这个地方 确实黑棋作战比较有利 可以动手 实战黑棋还是轻飘飘的 就这样跑出去了 那白棋靠牙 黑棋不动手 被白棋先靠上来 那接下来 不管怎样定型 白棋的形状都不会差 比方说 黑棋就扳一个 那挺头 顶住再一场 这个形状非常的完美 再或者说 这样顶了扳 度过 那白棋就成全力 这样交换完之后 在一般黑棋站上 再来一手飞刺 底下黑棋要联络的话 跟白棋长三三交换 那白棋已经便宜了 黑棋护回家 白棋局部已经安定 就可以脱险了 都是白棋 比较舒服的一个走法 实战 黑棋单退 那白棋逼住 这个是双方眼卫的要点 按道理来讲的话 这个白棋已经比较 这个强势了 而且眼卫更好 黑棋正常分寸的话 应该是补一手 而且就补的话 也不一定就 一定能安定 实战黑棋不但不补 还要再攻击 从这里串下去 这个就太过分了 那这手棋可以说是 导致黑棋布局崩盘的 这个导火索 接下来立马遭到白棋的反击 坚令完周在一口 黑棋搬白棋 断打完周 再打吃 然后沾上 把黑棋这根棍子 直接闷进去 双方也是在这儿 开始正面交锋 那AI的这个计算呢 是认为黑棋在里面啊 折腾不出来什么东西 最多也就是二路点 然后稍微掏点空 因为点在这儿呢 白棋也不敢阻度 不然的话有这一靠 他不能冲啊 冲的话 断打完之后 这儿双打吃了 要反杀 挡住的话呢 黑棋打吃联络 再一断 那也要出棋 所以说 这个地方 这个白棋 基本上就是顶在这儿了 然后黑棋靠回 白棋也扳不断啊 因为这儿打吃 你要是再打下去 这边一提 双打了 沾的话 黑棋沾回 他要扳脚呢 黑棋打吃先手 沾上先手 白棋再一补 黑棋就拖先 再补一补右上 这样的话 虽然说黑棋这根棍子死掉了 但是 因为上面脚上便宜到了 然后又争取到先手 所以说还是 总体来说能接受的 亏的不多 实战 黑棋点在这儿就 差的比较多了 白棋这个尖三三也是下出了这个正解 这个棋第一杆肯定是冲断下去 但是 这个不太好 因为黑棋接下来有这个连环拳 就是这个 靠完之后打吃 然后白棋沾上 黑棋再断 这个棋 首先白棋不能打了之后踢下去 不然的话这个棋筋被打死了 站不上了 然后白棋只能打这儿贴住 黑棋护上去 你这个地方还必要先打 不先打的话 你要先拐被黑棋 打过来之后再一班 白棋死了 这个里边一定要先打 留一口气才能拐回去 那接下来就看这个里边的复杂对杀 我们也来好好的去摆一摆 首先 黑棋外边只有四口气 脚上也是四口气 那可能最先想到直接紧气 比如说这里扳 收气 但这样紧气呢 白棋是可以坐眼的 他可以这样直接大眼 然后黑棋冲进去破眼 他可以扑先紧你的气 再一扳 因为这样黑棋就收不了气了 你沾上的话被白棋冲进去 眼杀了都得死 挡住的话呢 那你这个气也收不出来了 以后要提了之后再沾再打吃 那白棋在外边一捕 早就先把黑棋给吃掉 所以说如果走成这样 黑棋直接这样搬 去紧气 行不通 那你要怎么办呢 先破眼 这样的话 反正白棋如果沾上长气 黑棋就立 白棋是不可能收脚上的气的 不然的话黑棋就这么收 收到最后可以发现 形成一个经济独立 那白棋被反杀了 他呢只有收外边的气 那黑棋收上面的气 这样走到最后 因为白棋不可能阻度啊 阻度的话被黑棋这么一打再一打 反杀了 他只有走外边 然后黑棋可以把这个脚给拽回去 那这样黑棋还行 这个包括白棋如果说不想让黑棋度过 直接杀脚 搬进去的话 那黑棋还有招 有这个扑 你要敢提 那结束了 被黑棋一断 翻打完之后再一粘 马上打吃滚包 一起收 白棋要死 那你还是只能沾上长气 那黑棋再提 打下去就跟你开截 那白棋肯定不会去开这个截的 这个完全是没事找事干了 白棋大致还是吃外边 然后就相当于黑棋可以直接 再把脚拽出去 所以说如果白棋挡下来 刚才我们摆了几个变化 都是黑棋可以活脚的 这个变化图 所以说这手挡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实战白棋 尖赛三 正确 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尖刺破眼 黑棋再爬进去 还是想再搞一搞 白棋直接扳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单退的话 反而被黑棋爬进去 味道更差 因为接下来你断 黑棋这里边打了之后 白棋也不能沾 沾的话被黑棋一断先手 翻打先手再一打 双打吃 至少外边可以连回 里边白棋还要收起 这个白棋沾这儿呢 被黑棋一点 冲也不行 冲的话这儿提掉 沾这个那黑棋二路透点 挡住阻度再一提 那白棋要再断 这个黑棋就直接立下去 因为脚上要做成直四嘛 你要是搬进去 杀棋的话呢 白棋要被反杀 因为黑棋这里坚定 你这样搬 沾上黑棋连回 白棋只有一只眼 棋也不够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搬住就好 黑棋如果说沾 黑棋活不了 因为白棋上边先做火 黑棋外边这一靠 白棋虎一个 冲一个 黑棋沾上 白棋再小间 补掉外边各种冲断 里边的话 黑棋最多也就这里 靠一个之后打吃 然后白棋就沾在这 黑棋再打 白棋再沾 里边最多也就是一只后手眼 左边的这个一路里 也是后手眼 两只后手眼 黑棋已经死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终于走到这手点了 但是里边已经 可以说亏了一大票了 白棋沾上 黑棋度过 然后白棋团 黑棋沾 白棋再断 这里完全吃干净 那这个地方 黑棋计算输 这个局面基本上 黑棋已经快崩盘了 胜率也是降到了谷底 之后黑棋往上打吃 然后白棋右边大飞 要掏出来一块 这个棋呢 黑棋倒是有这个靠进去之后 白棋搬 黑棋长的手段 这样白棋里边沾不上 沾的话外边断了 沾外边就吃里边 但这样吃的太小 而且会伤到外边这颗子 这个黑棋肯定是不愿意的 实战 黑棋挡住 白棋贴完之后 再贴住 那就看这个里边的死活了 黑棋如果说直接一路搬的话呢 那里边是一个打截杀 就白棋这样打下来 黑棋打了之后再提 然后白棋再打 形成一个结 实战 黑棋先虎在上面 缩小掩位 这也是正常的一个思路 然后白棋断 黑棋沾 其实这个地方 白棋要想活 现在就能活 关键是要走到 这个一路搬的先生 先一路搬 挡下去就活了 因为黑棋再打吃 白棋可以沾这 提掉的话再一挡 活棋 只不过这样 黑棋可以围外面 但是AI认为 这样白棋已经非常好了 主要是开局四个角 左上还是一个大角 然后再往中间去逃 黑棋也是四处漏着风 所以说这样是完全可行的 实战 白棋先尝一个 然后黑棋跳出 白棋再压 那这个地方 黑棋也是玩狠的 这个双在底下 一看就是要杀棋了 如果说还是按照正常的 这个挺头的话 那白棋脚上还是能活 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白棋可以先搬 搬完之后 黑棋不断 白棋再挡住 里边黑棋缩小眼位都没用 白棋沾上 尝进去 打吃 先手 再跳 就是完完整整的活棋 或者说这个棋不搬都能活了 直接挡住 黑棋要是冲了之后 搬 白棋 倒虎 点啥 看似好像局部是一个死棋 但是黑棋外边这个沾 因为会被白棋冲了之后 再断 咽一口气 这样黑棋打里边 白棋再打的时候 你这个扑就没用了 扑白棋体 你打不进去 这样白棋还是两眼活 所以说为什么实战黑棋选择双呢 就是跟这个地方的一个冲断 跟脚上的这个死活有关系 所以说黑棋选择双 因为左上先死了一个大脚 黑棋这个时候也是完命了 一定要把白棋的这个脚也给杀回来 接下来白棋搬外边 黑棋拐 白棋长 只不过这样下起来呢 黑棋要必须忍受爬二路 再爬 那这个时候白棋反正就死掉了 你要再往脚上挡 这一冲 一搬 沾上 点杀进去 这个搬的话就立 挡住的话就合 夹的话就立 挡住的话就往里爬 还是死期 这个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然后白棋长 黑棋跳出 不过这个脚死了 还是白棋优势 因为这个刚才黑棋外边有一大块潜力 现在不仅是没了 而且被白棋走得比较厚 白棋以后 有违控的这个空间 虽然说同样是白棋优势 但是不如火脚来得更为的这个看得清 因为这个外边虽然说有点后卫 但是很有可能也会成为黑棋攻击的这个对象 所以说白棋这个弃脚下的不是很解明 接下来左下肩顶 黑棋扳了之后打持先手 然后果然来了 攻击这一块 点刺 白棋沾上 黑棋上边攻过来 还是想顺便围一围 那白棋虎出去 黑棋扳 白棋连扳 长一个再贴住 接下来黑棋选择右边贴 因为这个地方还稍微有点毛病 如果说黑棋补中间的话 右边白棋有这一招 冲了之后 穿向眼 这样的话 反正黑棋仗也是连不回 冲了之后打持仗 还有手挤 还有这个扑结 然后你要走这个 还有一手拐 就是白棋外边的子越多 你这个地方可能越不容易 一连回去 而且要注意 因为黑棋要考虑杀脚的 这个关系 里边的气势非常紧 外边一旦被白棋包围 很有可能还要被反杀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就先贴住 审得以后出问题 而且这个还是先手 白棋要虎一个补断 然后黑棋再扳 之后白棋也反扳 黑棋就不能连扳了 连扳的话 被白棋一段打再打持 中间通掉 所以说实战沾上 然后白棋挺头 黑棋果然开始围上方 白棋顺势进来 黑棋贴住 白棋长 黑棋跳出 白棋拐回 这样稍微破一点 黑棋再飞 白棋再跳 这个还瞄着 黑棋中间的保卫 右边明显要把 黑棋的头给闷进去 黑棋如果说 不想被封住 点一个呢 反正上面这个空 已经围不大 白棋还有这个 靠断的这一招 这样你打持 他沾上 左边贴 吃掉三颗子 右边双打持 所以说黑棋 索性也就不围了 直接继续往外出头 白棋继续上方搜刮 靠一个黑棋夹 然后白棋直接闷头 显然对于黑棋大龙 还是有些想法 接下来黑棋往底 跳 白棋贴住 要分断 黑棋现在右上扳 交换一手 白棋断 黑棋连回 一直下到这儿呢 这个白棋的胜率 都是绝对碾压的 但下一招亏了不少 这个棋 白棋应该选择虎一个 而不是往这儿去打 虎一个的好处 就是先手 黑棋得补齐啊 然后白棋右边 可以抢到这手顶 这个一顶的话 这个目数也好 而且对于黑棋的 右边这个眼位 影响也非常大 这样的话 以后像这个 二路跳先手 黑棋还得猴一个回家 白棋再往底下逃跑 然后贴着黑棋走 一旦黑棋这个里边 做不出来两只眼 那以后这个右上角 还存在一个收器吃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实战白棋先打 被黑棋来一个反打 先手分断 然后被黑棋顶到右边 这个地方再来一个点次 黑棋的眼位一下子就变好了 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白棋上边断打 虎一个黑棋连回 那这个脚上以后 也就不用收器了 插了好几目棋 所以说这个时候 双方的这个差距在变小 而且这个时候 白棋还得也在防一手 这个黑棋打吃之后 打截杀 白棋得沾 然后黑棋左下搬 寻求联络 白棋底下再飞 大龙也连回 之后黑棋上方 变一个先手 把左边这里一虎 彻底补强 白棋上边搬 继续搜刮 这个地方 黑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反击 如果说你这样打 被白棋连回 你再沾的话 那上边的空已经没了 外边白棋大龙 黑棋也是杀不掉的 因为他中间补个段 你扳 他反扳 你还得自己再补断 他再往这儿一撬 也是先手 黑棋得沾 那他直接打持连回去 没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打了之后 直接沾都行 这个地方应该是 已经断不掉了 实战 黑棋是扳 然后白棋断打 黑棋还是强行 把上方的这个空给撑住 然后白棋往底下跳 这个又是一个小的问题手 这个棋不如一手棋 并一个 彻底把大龙连回 实战走这儿呢 被黑棋靠进来 这个问题也比较多了 首先你不能挖 挖的话 被黑棋这么一打 再一打再一冲 这个大龙死掉了 以后你要搬下来 黑棋虎一个 脚上要面临被打吃搜刮 下方还有一个二路虎 所以说白棋刚才这手跳 效率极其低 根本就没有增加什么目数 相反 如果往这儿并一个 能增加不少 而且味道非常好 实战跳 然后黑棋靠进来 之后白棋左边先断 黑棋虎一个 白棋再小肩出去 这个地方时刻对大龙抱有想法 黑棋打吃 然后白棋再靠 这几手棋都是命中了 AI的一拳 然后黑棋冲 白棋断 黑棋往里撑 但是接下来白棋又冲动了 就这个棋 AI始终强调这里的这种病 把自己联络好 黑棋中间要想补权联络的话 他不管怎么补 比如说走这也是后手 他比如说往这补 可能效率更高一点 但都是后手 白棋可以直接把右下这颗子 给他挖进来 这个边控全部拿到手 至于黑棋中间再补一刀 白棋也是活的 像这里挤一个 左边的段可以再补一补 像上边大龙 黑棋要是点进来杀 杀不掉 因为白棋这里搬 又要吃掉这颗子 作业 中间这一冲 要把黑棋这块卷进去反杀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应该赶紧围住边控 实战 顾子豪突然起了杀星 这个地方还要把这颗子给小尖出来 还要杀黑棋大龙 那这个棋又变得非常复杂了 黑棋因为现在如果这样打 打白棋可以跑 确实也吃不掉 底下也被反吃 黑棋毁一个白棋压过来 那底下白棋很薄 黑棋肯定要反击了 首先黑棋这个甲呢 现在不成立 因为被白棋搬 马上右边来打吃 你冲的话 他沾上 再冲 再往底下冲 都是可以逃跑的 实战 黑棋拐在这儿 要夹了 白棋赶紧联络 黑棋再冲 然后白棋底下搬 黑棋再冲 这个时候的话 白棋如果说这个双一个 也是不太行的 因为黑棋这一打 你从右边打吃 黑棋底下一虎 再一沾 白棋沾上 虽然说这个黑棋杀不了白棋 因为他断的话 白棋可以往这儿作业 但黑棋已经火了 我们要注意 左边这一打 白棋打吃之后跳出 黑棋下方还有一个一路搬毡 作业 这样你要补的话 他一提 两眼火 你要沾回这颗子 他底下这一冲 白棋也防不住 挡住的话 这一打三颗子 接不过 这个沾这儿的话 黑棋往底下长 你不能提这两颗子 提这两颗子 被黑棋断吃 脚上紧接着要死 你沾这个黑棋 把这两颗子一连 那白棋这朵花也被反杀 脚上也得死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还不能双下来 只有这样打吃回去 然后黑棋再一打 那这两颗子已经完全不能要了 在长通话被黑棋打烂掉了 或者说从这儿一打一冲 这样不行 这样是这个气被紧住了 这个好像也行 这样也 这样不行 这样一打从这儿 直接就倒扑了 直接从这儿打就行 从这儿打白棋已经烂掉了 也回不去了 所以说实战白棋只能沾 不过下一招 黑棋又出现问题了 这个棋往底下跳是不太好 还是应该断打在这个左边 把这两颗子给吃掉 这样白棋如果说 长下来 黑棋还有招 就是打完之后 挡住 白棋拐回去 虽然说这儿连回了 但是黑棋接下来可以从左边冲出来 要吃白棋外边这三颗棋进 然后白棋正喉出去 因为他跳的话 直接被这个冲断 靠的话也不行 靠的话弃紧 从这个被黑棋一打 有这一招从上面打 这样白棋提着一个 黑棋可以从后边再打 白棋接不归 那他提三颗子 黑棋就提着五颗子 这样转换的话 黑棋满意 已经逆转了 实战黑棋补底下 想完整的吃住这两颗子 结果被白棋左边一沾 再一沾 这个木树黑棋是亏的 这个局势又变得扑朔迷离了 然后黑棋立 白棋打 黑棋先顶一个 然后沾上 把左边做活 其实这个棋已经到这个关子了 因为这个白棋 之前有这个巨大的优势 但是这个一上头要杀大龙 底下的边控全部被掏光 中间的潜力也没了 也没少亏 这个时候呢 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 接近的一个局势 白棋如果说 能够把左边这一粒 再把底下一挡 把脚上彻底活干净的话 那白棋还是优势 但像这种大优势的棋 被对方赶上来 这个棋心情上就非常的不爽 所以说可能会越下越上头 实战白棋底下长一个 然后黑棋往脚上爬 白棋再来一个这个一路飞 这个棋 黑棋不能再继续往里爬了 不然的话白棋可以 把这两颗子给拽出去 所以说黑棋要沾 那这个脚上白棋就挡住 你走其他的还活不了 比如说你这个一路跳 一路跳的话 被黑棋点进去之后 来个大伸腿 那这样你还得这样靠完之后 冲再打持去作业 那黑棋再一打 局部就没成一个打结活了 挡住的话倒是活干净了 黑棋拐白棋猴 因为再冲进去的话 白棋可以走这 这样点挡住 点挡住 再一沾 就是一个黑棋的后手双活 这个倒没什么 不过黑棋也应该把这个线交换掉 这个已经到收关阶段了 这个先手关子不收吗 实战黑棋打外边 先把这个大龙给做活 然后白棋左边立 还是走到这个 黑棋挡住 之后白棋往中间 吼一个破眼 黑棋提掉做活 白棋再冲 然后黑棋再吼在这 这样的话其实已经火了 因为这有一只后手眼 右边 然后底下这一沾 也有这个后手眼 那就活起了 接下来按道理来说 应该正常继续收关 那这个时候 白棋的胜率呢 还有一个三十几 将近四十 然后看AI的这个目差也 差不太多 基本上就差一个 一目棋左右 而且这个棋的关子 还算是比较多的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时候 孤子豪就突然认输了 这个让人感觉非常意外 那为什么会认输呢 估计还是因为这个心情上的一个落差 导致判断出现输 因为确实白棋之前的优势太大 到后来又上起了一个脚 局势 像说还是优势 但是不是那么明朗 再到后来要杀黑棋大龙 但是没杀掉 导致这个中间被破 然后底下边控也被淘 然后像左边的一些关子也亏 反正就是不停的在被逆转的一个过程中 这个心情上确实有点接受不了 然后肯定是判断出现了问题 认为这个时候已经无法挽回了 但其实还是一盘比较细的棋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